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新鲜而辣,今早收到中年好声音2 明天预告的新闻稿 每次收到这些,我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通常见到歌单之后 我就会幻想,到底这个人会怎么唱呢? 谁会踩地雷呢? 或者是否对他唱呢? 到时看节目的时候 就可以对比起自己原先幻想那样东西 是不是那回事呢? 今次就是决赛前哨战歌手助力赛 有8个选手,差7强 应该7强后就进入总决赛做直播 大家有没有玩游戏? 送飞哦!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TVB的社交平台看看吧 今次照舊主持仍然斜远远 评判也是不变的啦 肥妈张佳添五 仲恒周国锋 和陈慧咸 先看歌单 一样的月光,安雅气,成林二汶 应该都对他们唱啦 Badboy是古卓文,成菊雅薇 古卓文唱Badboy,我有点担心 会不会他很用力地踢下去呢? 还有他有时的舞台动作呢? 他是很吃到拍子的 只是略嫌他的动作 由头到尾都很用力的 就是要劈下去那一只 打功夫呢? 但功夫的人都说要刚由并重 我不懂跳舞 我纯粹作为一个电视观众觉得而已 所以不用理我 好了,另一首就是饭了 刘威王,成彭嘉丽 刘威王这几次都比较放得over了一点 唱《烦》这首歌到时会不会爆过头呢? 我特地上网再听多次《烦》 这首歌都不简单 除了拍子感之外 有些地方很多人唱都会很用力 会不会踩到这个地雷呢? 到时就知道了 浮夸,顏米高,成吴叶昆 刚刚电视看完这段广告 就播出了浮夸一小段 觉得好像会不会爆了一点 听回陈凌逊唱 其实也不用那么用力 那么大力打下去 对,到时看回就知道了 多得他,陈如飞,成王卿萍 这首歌我觉得挺适合 这类音乐应该挺适合陈如飞 到时看她表现 《我要我们再一起》 哇,这首这么难唱的歌 有王健民,成林志美 感觉上两个应该都适合唱的 之前看一些访问 林志美刚刚病了 他自己也说了 勉强应付到这首歌 接着有谭徽智诚 韦尔山的 That's Why You Go Away 唱英文歌 怎样呢? 最后一队有沈忠然 和他的拍档 同样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龚阿韻 唱征服应该都OK吧? 好了,看看今次的新闻稿 提到哪些参赛者 第一个提到的就是 安瓦熙成林二汶合唱的 《一样的月光》 造型上一红一白 这些都不是太重要了 最重要是 看看他们唱得如何 很危险 安瓦熙在尾段的时候 会大飙高音 最近减肥 令到他的歌声 被人说 似乎不太够气 吴仲恒激动 说减什么肥呢? 很明显听得出 人瘦了之后 连声音都瘦了 感觉不是以前的 他喜欢的安瓦熙 叫他看看林二汶 他的声音 是够气 够肥大 肥妈说 气是真的要练 唱歌不是用喉咙 而是用丹田 张佳天说 如果懂得用丹田唱歌 肥和瘦其实是没关系的 但减肥之后 能量就可能有些不够了 提到张佳天 拆开一点点 上一集我提到 唱歌的喉咙要放松 有网友留言 他说 飞天热野喉咙放松你都吃 喂 大哥 你有看过歌唱比赛 有看过这些真人show 唱歌放松喉咙 这些是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会提到的 我由当年的亚洲星光大道 张佳天也是这样说的 肥妈也是这样说的 唱歌第一步就是放松喉咙 这些不是什么特技 不是什么秘技 还有我也说过的 因为我以前说话 我真的压在喉咙里 所以我说一阵子 就已经很容易累 我那么喜欢说话的人 那时候那么喜欢去卡拉OK的人 当然很想知道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刚巧有人告诉我 他报了一个课程 是教如何说话 去用声 挺好玩的 不如你也试一下 所以我报了课程 是真的去学一下 怎样放松喉咙 怎样说话 去用声之类的东西 所以放松喉咙 不是什么秘技 很普通的 这天爷爷这个频道 未讲TVB之前 我曾经拍过一条片 教大家怎样放松喉咙 不过我当时没什么人听 没什么人看 我就删除了 好了,回到我们今集的 中年号声音2 接着有 谭辉志加韦尔山合唱 That's why you go away 谭辉志比赛之前 就说跟韦尔山合作 压力很大 到比赛的时候 首次挑战英文歌 他就说 默契也挺好 可以唱出歌曲里的伤感感 周国锋笑 就说 虽然你的表情真的很痛苦 但你给我的感觉 就联想到 去厕所去不到的表情 而张佳添说 这首歌除了是英文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发挥 他有尝试用感情去推出自己 去突破一些框框 但无奈做到 真的有点急事的感觉 伍仲恒说笑 谭辉志做漏了一件事 就要咬一口韦尔山才是 就问他有没有看 吴大强去年 嘴了他一下 吴大强 即是他每一次演出 都有少少肩膜 当然了 不要乱来 有些动作 有少少踩界 当日他那一口 都有被人骂 好 接着到颜米糕 抹着吴涅坤 坤哥 挑战这首歌 真的挺难唱的 浮夸 两个人一爆一震 有一个不错的火花 虽然颜米糕演出的时候 我估计 充满激情 但他的假音 就被批评出事了 张佳添说 颜米糕选这首歌 是对他唱的 但是要练一下假音 换气 这首歌是超高难度的 至于吴大强就说 听得出他的假音 太假了 他说真正的假音 要假得来要真 轻得来要重 武力得来要有力 叫他多点研究一下假音 这事我也不太明白 曾经有评判也有说过 不是人人都能唱到假音 听了这么多年 这些比赛 我只知道唱假音 都是那样 都是放松了喉咙 以颜米糕一向 习惯是比较用力去唱歌的话 这类的习惯去唱假音 会是怎样呢 又是那句 到时看就知道了 这几天 相信大家都看了不少报道 刘威王 就会在这局 淘汰入不到七强 因为说 博士园在疑似七强的一些拍摄现场里 就不见到有刘威王的身影 所以就推测 他应该今个星期这一集就出局了 那也是那句 到时看就知道了 到时大家看就知道了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频道 是者让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喔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后记得按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了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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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